为何创造营2020首波能力压轻尼二?这四点绝对是点睛之笔。 自创造营2020筹备消息放出以来,关于创造营2020和轻尼二之间的比拼就从未停过。 尤其是在轻尼二刮料不断的反衬下,创造营2020的开播就格外让人期待。 创造营2020首波告捷。除去新节目的好奇心加成之外,这四点是直接促成其成功不可忽视的原因。 1. 教练团顶级配置 近几年,国内选秀节目大热。这种现象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寒流的影响。 而要说国内明星中最了解寒流成团规则的人,宋希。 2. 陆寒。 黄子涛这三个名字可以说就是响当当的招牌。 多年在寒的练习生经历。让他们深谙练习之苦。 知晓出道不易,能够更好地结合国内的选秀现象。 传达他们的经验。再加上专属于毛不易的别样搞笑魅力。 创造影2020本身的看点就已经十分强劲。 而反观另一边的清米2。虽然制作人蔡徐坤也十分优秀。 但是在舞台经验还有切身体会等方面还是显得略微青涩。 还有舞蹈导师Lisa。自身的舞蹈实力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墙。可奈何语言不通。在传达交流上障碍较大。多多少少会有些力不从心。 2。教练团出谋划策。方向明确。初选舞台方式让人眼前一亮。初选前。创三教练团就初步曹你好了选员方式。将个人站作为首当其冲的考验象。 让自认为是最强舞单和最强local的练习生自行出列solo。不仅完美契合了创造影2020的主题感。 还更好的告诉练习生们拥有个人特色是多么的重要。尤其是Voco之间的Battle方式。就是在争作选秀节目中的第一人。 然后。优胜者凭借自己一人带领全团登顶。看到这里。如果你以为有人会在初次舞台上躺赢。那就大错特错了。即便已登顶。可更加残酷的就是要以团队形成。 接受板凳队的直接Battle。在这个过程中一旦失利。便要直接全员板凳。完全根本不存在躺赢的说法。在强者如云的练习生中。 仍有大批练习生直击眼球。比如说Dance组的敖心仪。林军仪。高职。李子梦。强劲的舞蹈实力。不容置疑。还有Vocal组的陈卓璇。 李子梦。李子梦。李子梦。李子梦的花里胡哨又让多少人笑得合不拢嘴呢?他们这个队伍里。不仅是团队合作出彩。就连个人的特色能力都十分的出众。 女版黄子涛。优质嗓音大鱼。人家真实王丽娜。那一个都足以令人称赞。整一期看完。跳过的地方少之又少。创造影2020出舞台呈现的优质程度要比《青米2》高出许多。 三。挑选的时间极为恰当。《青米2》播出间隙因疫情的原因。不论是开始时的主题曲考核的被迫延长。还是节目期间导师的云指导。都有些不太方便。而创造影2020筹备是在国内疫情总体稳定之后。相对来说。在录制时就减少了很多麻烦。 四。剪辑紧凑凑。创造影2020整体剪辑呈现出一种十分紧凑的感觉。每一个环节之间的衔接都没有拖泥带水。就连教练团之间商讨的部分都是侧重带过。反观令一边《青米2》的剪辑就有些无法形容了。除去剪辑拖踏之外。还经常被网友们dis恶意剪辑。 而且依靠剪辑恶意消费训练生的做法也经常被提起。综上。 是望子发现的四点。大家还有其他的看法。欢迎一起讨论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